娱乐频道综合报导 女星李严谨前年因发生最欧继承车司机事件景象大伤 事业跌入谷底 近来转往中国发展 人生曲折的她童年也十分颠簸 日前自曝妈妈曾有四段婚姻 她被家人当成野种 今日又在脸书透露妈妈本来不想让她出生 李严谨日前表示 父亲在母亲怀疑她时有了小三 之后又吸毒入狱 在户籍藤本上父亲是她的养父 让她在成长过程中被其他亲戚嘲笑是杂种 当她母亲发现父亲有外遇时 还气得拿刀追杀 连续剧般的情节令人有些不舍 目前努力想不入正轨的李严谨日前感叛工作零零散散 但今日她在脸书正能量表示 命中注定我就是要强大的人 我妈当年想把我筛出子宫都筛不走了 现在更不可能 并说自己曾因台南枪被嘲笑 因此天天咬着东西念报纸 坚定的说不苟言残喘而是活出自我 有梦的你跟我一起努力 哪怕在不同领域 每个人都能是英雄 李严谨因罪欧斯基陷入低潮 翻射自李严谨脸书 李严谨自扑妈妈曾想筛掉她 翻射自李严谨脸书 李严谨声势十分离奇 翻射自李严谨脸书 烧一份毒品就多一份健康 自由时报提醒您远离毒品 字幕志愿者 李严谨